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法则吧 我觉得有的朋友说这个VIP我怎么赚不到钱呢 首先呢我来说一下油价 今天表现最好的那两只股票是ERY和DWTI 我不知道介老师看这个油价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就是ERY和ERY我持有DWTI我也在关注当中 我觉得油价好像今天在我们网站上有一条消息 所以说Alpha Hammer说历史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现金变富的一个现象 所以介老师怎么看 好的 那么从油价的单从它的走势上来看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整体上来讲并不是十分的乐观 因为它已经开始接近了这个今年的9月9月份的一个低点 大概是43.2525附近的一个支撑区域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就今天的这个调整压力来看的话 可以说短线上这个压力呢还是在逐渐的这个增加 那么如果说一旦技术上突破了43.25的这个点位的话呢 那么短线上将要引发更大规模的一个卖压 那么调整的话呢非常有可能还会去测试 那么今年8月份的一个8月份的一个低点 因为这是一个整理的区间 因为整个在因为整个这个原油反弹上来的话 在43.25的话已经是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呢上冲的话到50冲不上去啊 随后呢进行一个调整就开始非常有可能的按照原油的这个节奏啊 继续所以说短线上的话呢 原油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43.25 那么今天的局部的话呢是出现了呃超卖的节奏了 那么短线上明天啊我们看开始关注一下 看他能不能出现这个超级反弹 如果能出现超级反弹的话 或许呢在43.25这个上方啊还能多整一几天 这样的话呢还有希望呢 看看能不能真正的就是站稳 这个呃不至于被跌破 那么对于刚才沃尔老师所提到两只股票 一个是ERY和DWTI 这两只股票呢我今天看了 在这个VIP当中呢我们也跟学员啊进行了一个探讨 那么就ERY这个走势来讲的话 今天啊这个拉伸力度是蛮大的 可以说他局部呢他形成了一个突破啊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 日内啊他是呃是处于这个超买机当中 如果说你尾盘收盘前 你要是呃你要是介入的话呢 肯定有肯定有一点点追高的这种这种这种感觉 所以说短线上的话呢呃还是保守一下啊 可以关注这个23.75附近的一个支撑 那么我们尽量呢不要去操作的话 尽量不要去追高啊 逢低的话呢可以去介入啊 因为呢短线上这个扭转节奏啊 已经给出已经出现了 既然出现以后呢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进行一个追高的一个呃 一个呃一个动作 嗯但是这个ERY的话 短线上我们面临的一个阻力 是25.15的这个呃这个点位 那么上往上走的话就关注这个点位 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被突破上去 那整体来看的话 从均线的排列来看的话 长呃中呃中期来看整个这支股票啊 还是处于这种还是具有上涨的信号的 所以说这张呃这支股票呢要上涨的话呢 还是还是有这个还是有空间和这个潜力的 那么同样这个ERY它它是这个能源类板块的 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Xmobile XOM和CVX啊这些这些能源类公司的 那么单单独就DWTI的这个ETF来讲的话呢 它是单单和原油价格呢直接挂钩的啊 它的这个走势呢 那可以说能更加直接的来反映原油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波动啊 所以说呃我们在这个VIP当中呢也有的学员想要就是搞弄清楚 这两档这两档这个ETF到底是什么区别 我们也在我们的VIP当中呢跟大家呢进行了一个区分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DWTI也是不错的 就像像沃浪师所说的如果原油价格一旦下跌的话 勤在先勤忙嘛这个三倍看涨肯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收获的 是因为今天尾盘呢逐渐接近盘中的一个高点 而且基本上呃上升的态势非常明显 另外根据华尔街的统计呢 这个标普啊和S&P啊对不起 S&P500和VI VXX或者VIX 连同步上涨的话历史上只有三次 就是S&P超过1%的涨幅而VXX也是涨上周五的时候 S&P上涨VXX也是涨这个历史上只有三次 对那么三次以后只有后就是说涨完以后的后一周呢 只有这个S&P继续上涨的话只有0.5% 0.52也就是说几乎三次两次半都是下跌的 那么这一周呢又碰到这个美国的最糟糕的一周 呃苹果明天要公布业绩呃 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VXX从30分钟图来看啊 正在面临转机 所以我在收盘前抢进了这个Option 我没买个股 但是我想明天继续关注 呃另外呢我也关注非常关注美元的走势 欧元已经跌到1.1053 今天反弹了40个基点 那么呃明天是不是继续下跌啊 呃这个我觉得美元啊正好正来到压力 如果向上走的话可能会对美股有影响 我觉得能源是不是有一种三重欲轮 风满楼的一个味道 今天的SMH是领跌的整个苹果啊受到一个叫呃 一个是英国的公司哈 他的这个晶片它是苹果的一个呃供应商 那么今天苹果呢我今天也是大会我们讲到一个操作的技巧 呃所以今天 杰老师怎么看苹果我觉得还是比较健康 所以我今天一一五点五零五一买了 我挂一一一六点二八 结果到了一一六点二一 呃我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VIP呢最好能够分成两种 一个是呃 Day Trading或者Active Trading 另外一种Swing Trading的一种方法 就是激进派和保守派 Swing Trading对呃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因为我也买了比较多 我买了五百股的Apple呃 WTW我们出了 另外就是VIX 杰老师怎么看这个苹果和VIX的 因为VIX 今天我看盘前就是一开盘就跌到99 然后因为华尔街日报说 哦这个公司还是有问题的 你看他们的员工经常用这个名字 公司一个 用一个什么pharmaceutical的名字 然后自己还照各种名字 那有问题很多 那公司八点钟开开这个记者招待会呢 也是面对很多问题的 9点15分呢就结束了这个会议 就说老板说哦对不起 今天我们会已经结束不再回答问题 所以看上去疑云很多啊 股价也最近我我一开盘 我就知道这个盘可不会砸到这个 就像你说的啊 阿克们有没有意向推向这个11 118116这个位置 结果呢来回震荡以后以110收盘 从这个图形上来讲还是个十字星 那么这个股票对我来讲好像是已经利空出尽 但是涨也涨不去下也下不去啊 那么苹果你怎么看 因为说五涨得非常猛 苹果是领先所有大盘下跌 那么还有一只股票阿里怎么看 八八明天啊要报业劲 对好那么苹果的话呢 今天啊它是一个获利回土修正一下短线上的一个 呃超买的节奏啊 这是我我是从这个技术面来进行一个解读的 关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关注它的一个支撑点位哈 它的点位呢是在114.25 那明天呢如果说 呃触及到这个点位的话呢 仍然是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一个介入的机会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明天旁后啊就要报业劲了 那么对于我经常跟我们的这个学员在VIP当中说 呃经常的去提及 就是说呃这个技术面呢在这个消息面的 这个影响下啊 它永远是失效的 所以说呃 我们要尊重这些业绩的一些看法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呢 今天有个学员啊 呃在VIP里问我说如果说业绩好的话 那个苹果的股价会涨 如果业绩不好的话 苹果的股价呢 呃 它会跌 那如果业绩符合预期的话 苹果的股价会怎么样 那么对于整个这个苹果的呃 近近这个三个月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 这个苹果电脑它的走势呢 应该是处于一个几乎是一个属于横向整理吧 因为我们知道苹果的苹果公司呢 每一次报的业绩的之前啊 他总是呃给一个保守的一个数字啊 都会报出来的业绩呢 都会高于市场分析师的一个普遍的预期啊 他是比较保守的 呃如果说这一次的话 这个业绩出来 一旦要是符合这个市场预期的话 我觉得这相当呃这反而呢 会给我们释放出一个利空的一个信号 因为呢现在网上也有统计的一些数据啊 呃由于这个呃 iPad的这个数量呢 呃好像是订单在逐步的这个呃 这个减少了特别的快啊 所以有一些这个 iPad的一些零部件的供应商啊 都已经开始停场了 开始歇业了 那么所以说从另一方面来反应过来的话 有可能会反应到整个这个苹果电脑 在明天这个业绩报表上啊 所以说短线上来的看的话呢 单从技术来看 苹果呢反弹 仍然是处于反弹的节奏当中啊 但是呢 呃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盘后的业绩啊 毕竟呢 我们也不能说通过整个这个盘式的话 它会呃进行有一个非常呃 它会是涨还是会跌 因为毕竟呢 这个目前售盘来看的话 没有没有认出 没有给出我们任何的一个信号 除非呢 我们可以在明天的收盘前 半个小时啊 通过短线上的一些波动 我们才能大概呢 能从概率上啊 来推断出啊 苹果盘后呢 到底是涨是跌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 啊 来继续的可以在我们这个VIP当中啊 明天的收盘前三十分钟 我们可以继续的关注这档股票的一个短线上的波动 那关关注个股短线上的波动的话 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锻炼的一个一个过程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明天的盘式当中呢 来实现一下 这是苹果的一个呃一个走势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明天盘前啊 他是要报业绩的 整体呢 这个这这这档股票呢 他是处于反弹的节奏当中 主力呢 79.15 支撑的话呢 69.75 那么我觉得如果说短线上 短线上由由于这个周线节奏啊 他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反转了 而且呢短线上仍然是呈现出超满的节奏的 即使在明天的这个找盘业绩 由于业绩不好 这只股票低开的话 我们关注一个点位 只要在72.25上方开盘的话 仍然是可以直接介入72.25 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 如果跌下来的话 还是可以就进行一个短炒 对 如果说能少到六 刚才我所提到的一个60 69.75的话 这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介入点位了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低开 如果低开的话 啊 我们我们应该会看到一个低开高的一个 节奏的一个运行 因为整个就这档股票来讲的话 它是倾向于啊 逐步的往上去反弹的 目前来来讲的话 我们虽然从57块钱一路的反弹到了目前的最高点位大概是78左右吧 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呢 它仍然是处于反弹的节奏当中 还没有给出这个反转的一个信号 那如果说在日后的行情当中 我们说这个股票反转了 反而呢 当时的股价会比现在呢 要高的很多 所以说我们可以继续贯助它的一个反弹 按照这个节奏 我们来进行一个入场点的一个找寻 这是阿里巴巴的一个走势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VRX 今天呢 我以为今天的这档股票呢 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啊 结果今天的最低呢 测试到了106 那么106的话 嗯 参加我们这个昨天的这个周六的一个讲座的 这个投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呢 提到了这档股票 而且呢 在周线节奏的一个竞线支撑 就是106这个点位 那么今天呢 恰好到达了到达了这个点位 那么这个竞线呢 它是一个头肩 是一个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如果说本周啊 这档股票呢 持续的震荡的话 如果说它要收在106上方 或者是刚刚好106的话 我觉得这个头肩顶的这个顶部啊 就应该是 建立完了 然后呢 开始倾向于做一个做一个右肩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反弹节奏能不能出现啊 倾向做一个 超跌反弹的一个动作 从周线节奏来 周线的节奏上来看的话 整体上来看的话 目前呢 仍然是一个 呃 即上周大跌之后呢 一个 一个震荡整理的节奏 属于超卖后的一个震荡整理 没有 短线上没有任何的一个 一个方向性 所以说今天呢 收了一个十字星 那么主力的话呢 在112.58 支撑的话呢 我们还是保守保守一点哈 保守一点 放在这个95啊 95这个点位 呃 然后呢 我们关注本周五的收盘呢 看看能不能在这个106这个 点位上上下啊 看看能不能收在这个这个区域附近啊 这样的话呢 是最为理想的 从整个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 吴文老师 好 呃 今天呢 我想还要讲一个topic 为什么我又拿出手机了呢 因为我这位呃 朋友呢 他发了一个信也指的我们 呃 考虑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服务好 因为呃 我觉得就是说 呃 如果说没有什么公信力好 那我们的呃 就像我们讲座当中讲的 595变成呃 三万七三万七千一百块 呃 这个完全是一个就是上港证 那这位朋友呢 就说呃 来我读一下哈 他说呃 就是说看到你们网上 网顶的所有赚钱股票啊 好像呃 事前在哪里看得到啊 我感觉你们是不是有欺骗客户 还是马后炮 他说我 我是带朋友不值啊 买 呃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我们 希望在十一月呢 我 来做两类的股票 一类是active trading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像苹果这个股票 115.51买进 116.28出厂 那么正好来到116.21 这个位置 如果说21加上49的话 呃 啊21加上49应该是七毛钱 也有350块钱的利润 所以我们当初是的确 呃 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就是说 有钱赚没钱赚 就像有钱赚圈不跑 就像啊 我那位朋友告诉我的那个 这个他128块钱 VRX没有出厂 结果最后呢是亏了很大 所以我觉得呢 呃 我们将在这个VIP呢 提供这种active trading day trading和这个波段的一个石盘的 这个讲解 也希望朋友呢参加我们的VIP 然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单子呢 一张一张打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每个月做一个总结 啊 我觉得除了自己拼命在买以外 我们要考虑所有的VIP客户 怎么样去呃 就是说能够把握住我们的 每一次的这种交易的机会 经验心得体会 不是说每次都会赚啊 那么也给大家解释 像今天我卖了卖掉了WTW 啊 这个是这个Way to Watches 那我们是买进15块7毛1 卖在16块2毛1 为什么卖掉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呢 啊 短期也就这样了 暂时出厂 那么苹果的确是一个 放了个错误VRX 我还得看 因为我的买的价格99 104 121 都有 所以现在微亏 但是前面几个也有涨 我们可能也会加加钱进去 呃 我不知道杰老师有什么补充 对于提高我们这个VIP的服务 我希望我们的VIP 因为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什么 美股讨论群啊 很多 这是真正能够有交易 能够显示这个交易清单的 每天买的Active Trading 哪些股票 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给大家做一个Demo 至少 呃 我们不是马后炮 而更多的是一个湿盘的演练 呃 像现在我比较关注的UUP 呃 DWTI 油价的下跌等等这些 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 这样子 像我同意那个文老师的这个 这个意见和和这个建议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赏 我还想给我们的散户同志朋友 一点这个 一点操作上的建议 就是说 呃 不管就是我们喊单如何 关键是有没有满足你们个人的一种需求 我就 我只说 如果说你这个个人认为我赚五百了 你就出来 或者是你赚一千了 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好不好 这样的话呢 一旦这个 一旦这个资金啊 你涨到你五百了 不管以后再这么的 完成你自己的个人目标的时候 满足你个人的自己的一个欲望的时候 果断的出场就好了 这是无论你是跟我们操作 还是你私底下你自己去操作 你都要有一个这样的计划 不可能说单子进去只赚不赔 关键是我们是要赚多啊 赔少 照整体来讲的话 是一眼一眼慢慢慢慢积累积累过来 那么感谢大家 呃 就是在日后呢 还继续呃 继续的给我们提这些 非常宝贵的意见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更加的呃 来完善和提高我们的这个服务 和这个这个 这个和这个公司的这个质量 好 我们的VIP越来越热闹了 呃 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会把单子放进去 呃 甚至这个confirmation 都是啊 realtime的money 啊 real money realtime 啊 OK 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能够follow up 感谢 如果大家想拨打这个报名电话 参加我们VIP的话 800-958-8561 和很多群 唯一的不同呢 是在于说我们是分realtime trading day trading和swing trading两类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